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下日期间民众都喜欢在户外聚会 而烧烤就是其中一种受欢迎的活动 不过市面上有不同种类的烧烤炉 往往令到消费者不知道怎样选择 究竟消费者应该怎样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家用烧烤炉呢? 而在使用前后又有什么要注意呢? 今晚的消费点地我们有专家讲解一下 市面上的烧烤炉大概可以分为内置式、独立式和便葵式三种 在选择不同的烤烤炉时 消费者需要考虑实用性、体质以及相关用途 而多数民众通常选用体质较大的内置或独立式家用烤烤炉 如果我们是在厚院用的 我们就会用一些独立式的 你可以移动在不同的位置可以用 而另外内置式的就是有些 譬如你可以有一些 shelf 已经标了在这里 你可以放上去 那些通常就不是移动式的 那就看看客人的需要 他指出大多数烤烤炉都使用不锈钢或糖尺等防锈物料 在泊文或城市屋等 公众大多会选择方便移动的独立式烤烤炉 不少人在选择家用烤烤炉时 都会以BTU指数来量度 除了烤烤炉所发出的最高热力 不过专家表示 烤烤炉的设计 使用范围和制造物料都会影响烤炉的热力 另外烤烤炉燃料包括有天然气 石油气以及木炭 消费者亦都可以因应不同的情况做出选择 如果一般是自然气氧 就视乎你后院那里有没有这样的供应 有一些就是你已经建立了 所以那些就更方便 所以你不用说你用完石油气的时候 你又要再去烤烤 通常房间就会用自然气氧 而石油气通常在townhouse 我们就用石油气 而另外charkle即木炭 现在很多那些设计独立式那些 都可以有些 你可以放charkle 可以放木炭的位置 所以现在有些客人喜欢用的时候 他喜欢用木炭出来的效果 你也可以用在设计独立式那里 最后他提醒消费者 每次使用前都应该为烤烤炉 进行详细的检查 以确保使用时的安全 要确保那些喉管有没有漏气 你可以用一些或者开一盘 细检泡沫 接着就铺上去看看有没有bubble 看看有没有漏气 另外就是每一次开炉之前 就是你预热的时候 要确保开盖 那你就会因为是安全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那些气压 谷在太久 当你开盖的时候 就会有火焰出来 就比较危险 那这样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良好的烧烤炉 如果保养得意 可以使用很多年 而民众在收纳的时候 可以考虑使用烤烤炉套 并且放置在有盖的地方 避免受到风雨侵蚀 好了 今晚的消费点提到这里